欢迎锁定今天的晚安台湾 我是陈佳怡 新闻首先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基隆有民众投诉 太太到妇产科诊所生产 她在第一到第六天快筛都是阴性 到了第七天身体突然不舒服 快筛转阳性 还被医护人员告知 要求他们立刻带新生儿出院 投诉人说 产后没有跟新生儿接触 一起带回家 岂不是让宝宝跟着确诊吗 对此诊所回应 当时并没有强迫带回 目前婴儿也是留在院内照顾 可以等家属康复之后再来接走 基隆市之间妇产科 装潢明亮还有24小时接生 但近期有产妇入住七天后 身体突然不舒服 快筛因转阳 疑似还被要求带新生儿提前出院 投诉人表示 太太十一号入住诊所 十二号生产一直到十六号产后 快筛通通都是阴性 原定十八号就要出院了 但前一天突然身体不舒服 快筛转阳性 告知诊所后晚上九点多 就被要求带着新生儿离院 但投诉人称 产后都没有跟新生儿接触 院方要求他们带着宝宝离开 不就等于要让新生儿一起确诊吗 投诉人还说产妇入住的前六天都是阴性 到第七天才转阳性 怀疑是院内感染 但诊所澄清工作人快筛都是阴性 院方强调并没有文中所提及的赶走婴儿 婴儿还在诊所内照顾 当时为了考量其他孕妇及新生儿安全 才跟家属商量出院 造成他们的不满 诊所也愿意道歉 才刚生产完就因染疫被迫跟孩子分离 当爸妈的难免刑警如焚 记者 蔡全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